7月19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从18日下午4时至19日零时的8个小时内 香港新增108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83宗为本地个案,新增数字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当天下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光临郑月娥会见传媒时表示 现实疫情没有受控的迹象将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从7月5日至18日,香港共有519宗确诊个案 其中411宗输本地个案,108宗为输入个案 迄今死亡个案也增至12宗 林郑月娥表示,现实情况非常严峻 这一波的疫情是更加严峻,或者可以说是更加棘手 因为它涉及的群组是较以往为多 而涉及群组的性质也都很不同 由于涉及的行业多,也都是表示病毒的传播途径 也都是比以往多 第三波疫情爆发初期,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收紧防疫措施为期一周 当天,林郑月娥再次宣布几项新的防疫措施 第一项是公共服务 特区政府将会由明天7月20日开始,各个政策局及部门只会提供紧急及必需的服务 第二个宣布的措施就是强制所有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需要佩戴口罩 就是将这个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伸展到所有室内的公共场所 第三个今天宣布的就是上周三生效的一系列的收紧的措施 包括有12类的厨所需要暂时关闭 另外,本月22日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日 特区政府要求学校做好相应措施,如网上公布成绩,分时段让学生返校等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以管局短期内将启动社区设施 供病情稳定、病征轻微或者无病征者入住,继续增加检疫设施 林郑月娥呼吁全社会一起同心抗疫,雇主尽量不要裁员 店主或房主尽可能为租户减租 同时,她强调,不论特区政府措施及惩罚有多严厉 市民也不能因抗疫疲劳放松警惕 她呼吁所有市民继续忍耐,直至疫情受控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 黄月娥